我这次出去打工,赚了钱,会给你们寄回来的 小万,我舍不得你走,要不带我一块吧 带你,你想多了吧 我这第一次出门,你就在家待着吧 等我探好路再来接你 就是,你去干嘛,这样影响我儿子工作 对了,妈,我妹呢,怎么没见她 你妹啊,跑着玩去了 好,一把行,那等她回来,你跟她说一声,我出去打工了 好 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好好照顾小夕 你放心吧,都是一家人,我们还会把她当万人吗 小夕,你要好好笑着妈 我知道了 这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嘛,对不对 好,儿子啊,你不是还慢点 行了,赶我走是吧,我走 走了,小夕 慢点 嗯 住了,你给我住了 你给我住了,住 我哥都不在家了 竟然那空调屋还让他住 吓什么呢 大热的天 就是,你那房子疼下来,让我女儿住吧 是啊,妈,你看我最近晒的,就是,你看,哎呀,都晒黑了 那可恶 等一下,把他疼,那个房子疼过来,你去住 对啊,你都结婚会了,还讲着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吗 就是,关于,让我女儿热坏了怎么办 我女儿还没找到婆家呢 你啊,你就睡在那个小房子里面 反正你也不怕热 妈,你怎么这样说呢 那是我跟雪旺的婚房 怎么能让给他呢 妈,你看他说的,他没接回以前 那可是,那房间可是我的 这我是,我爸婚房 让给你的,搞清楚啊 就是啊,那本来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现在啊,小王爷不在家了 把那房间疼出来,给他 那他不在家了 那也还是我的房间,还是我都婚房啊 那房子是我让给我哥的 不是让给你的 就是,别说这么多废话 等会啊,把房子疼出来 妈,啥活都不干 快点去 妈,我这老公刚走 你怎么这样对我呢 我没干活 我这天天,这些家务 不都是我干的吗 妈,你看看他 厉害厉耻的 你当中怎么给我哥 找了这么个媳妇啊 真是的 当初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啊 不是当时啊,要的才力少嘛 再说啊,给你哥说明那个 不是他舅妈 说他这也好 那也好 谁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啊 早知道啊 到天前都不能会要他 看看他 行了妈,你看这天热的 要不我们去那边 买个冰水喝喝啥的 行,这也到饭底了 小七啊,去做饭去 我和你妹妹上那边玩去 快去 说,怎么把我衣服给洗了啊 那不是洗衣机洗的吗 我告诉你了 我的衣服那么贵 知道用手洗 知道吗 你啊 我知道了 我下回就用手洗 知道了 那这个衣服怎么玩 说 妹妹 你看你哥才刚出去 他也没给我打钱 要不 等他给我打钱了 我再给你买 行了,朱小军 你说的不错呀 还想用我哥的钱 想什么呢 出去,朱小军 我告诉你 回到我打断你的腿 出来这么长时间 回到家里 家里还是没什么变化 家里还是没什么变化 在城里啊 找了一个好工作 一个月两三万 这一下 我要把我媳妇 还有我妈 还有我妹 还能接过去 一起在大城里的生活 回家看看 小军 你可回来了 小军 小军 你不回家 大中午的热死了 在这干嘛 我这 我这 这啥呀 石破烂呢 石破烂 石破烂 那每个月给你们寄两十多块钱 还出来捡不烂 怎么回事 这不是你妹 说我把她的衣服洗烂了 她要我出来挣钱给她买衣服 什么 什么 还有这种事 太过分了 我回去给你平礼 走 你要干嘛呀这 不要了 走 你 你今天就去把这个班给我买来吧 买买 干嘛去啊 啊 你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了 我现在的大城市混得好 本来准备接你们回去享福的 可我走到半路 看见你们竟然 把小七欺负成这样了 我要是再晚回来两年 估计 连人都没了 哥 你看你说的 是她先欺负我的 她把我衣服都洗烂了呢 就是啊 在家不干活 还老是偷懒 行了你们俩 你们俩的脾气我又不知道 本来 我跟小七结婚的时候 你们就看她不顺眼 我想着 这结婚婚以后 你们对她态度会有所改观 没想到啊 我这一走 变本加厉啊你们 啊 哥 我搁着你亲妹妹啊 你怎么能像着一个外人呢 就是 这天起了媳妇 忘了娘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既然你们容不下小七 我们干脆就走 不在这个家了 以后啊 我一个月给你们寄点生活费 也别说我不孝顺 小七走 哥 哥 妈你看她这是 去了媳妇忘了娘 这样的儿子不要爸 走回家 行啊 嗯 你说这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你看 你是不是应该 去啊 买点 奶瓶啊 奶粉啊 你要不是这一类的东西啊 行 那我去买 嗯 你要不然 去给我拿点钱啊 你看我现在身上也没钱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大个肚子也不方便呢 对不对 你知道上哪里去买吗 哎呀 卖奶粉 人家上面写的有牌子 我到时候问 我找 好吧 这家里也没什么钱 我妈 才给我拿了两千块钱 我现在去给你拿点 好 这到时候 买个便宜的奶粉 还能剩下点钱 到时候 去打打牌 赢了的话 还能买点好吃的 对 就这么办 让我老婆给我多拿点 大棒 大棒 这可怎么办呢 这媳妇给我一千块钱 让我去给孩子买奶粉 这 牌已经上来了 这打了两把牌 全输完了 回去怎么跟媳妇解释啊 不行 我得找个借口 怎么办呢 老婆 你回来了 媳妇回来了 你买的东西呢 买东西啊 对了媳妇 那个钱 我在路上不小心 给弄丢了 什么 钱丢了 你怎么能把钱弄丢呢 我路上接了一个电话 可能拿手机的时候 不小心 给给给带出来 掏掉了吧 什么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怎么可能掏掉啊 那么那么多钱 你这 你是不是肯定在骗我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没有 你是不是打牌输了 这这这怎么可能呢 咱家现在也没什么钱 我我怎么可能去打牌呢 对不对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打牌输了 老婆 你你先别生气 是 我是手痒了 打了两把 本来准备赢点钱的 没想到输进去了 老婆 没关系 你再给我拿点 拿点我去把输的赢回来 你还真的拿孩子哪点钱去打牌啊 你还想要钱还去打 你看马上孩子都要出生了 你像一个大爸爸的样子吗 看哪一个大爸爸都会跟你一样 还去打牌 大方 别废话了 赶紧去给我拿钱 没有 我要去翻门 不会给你再拿钱就走了 大方你行啊 你拿不拿 不拿 不拿 不拿我好好修理你 我再问你一遍你拿不拿 不拿就是不拿 好啊你大方 拿不拿 你竟然打我 不拿就是不拿 他敢跟我叫门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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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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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 大方 把钱都拿回来 我要去翻门 快去拿钱 老公 快点 我肚子痛 你别给我装了 我告诉你 快点拿钱 我肚子痛 放开我 别跟我装 快去拿钱 大方 大方 就不会这运了吧 喂 120吗 大方 大方 大方我去给你别走 我去给你 不要走 你放开我 我不走在这干什么 跟着你这样过 你这个人 把孩子自己的孩子都打掉了 我还跟着你 你呀 就是个一个人过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不可能 大方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你爱怎么活怎么活 没有我你活得更痛快 大方 你爱怎么赌就怎么赌 爱怎么来就怎么来 大方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我再也不打牌了 我以后 我以后 会好好赚钱 好好对你的 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 大方 你要怎么你才相信我 大方 你给我个机会吧 大方 我怎么就不会相信你了 不会再跟你过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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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刺座年 不可活呀 这是刺座年 不可活啊